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親自帶領團隊 將物資送往老人養護院 在關懷弱勢理念下成立的 台灣眾望基金會 但現在卻被爆出沒那麼簡單 目可先成立 金華城就拿到建照 然後隔一天柯文哲就參加動工典禮 我覺得真相越變越明 這些真相都在大家挖呀挖呀挖 裡面都會把它找出來 簡書培植以審信金在2022年10月 論工行賞同月目可公司就成立 金華城也取得建照動土 同年11月1號 柯文哲帳戶就出現神秘的1500 隔天眾望基金會宣布成立 就這麼剛好等級資產就是一千萬 這樣子的時間點也都太巧合了吧 一個接著一個完全沒有落高 完全沒有這個停滯的地方 不只成立時間怪怪的根據官網資料 基金會成立兩年總計捐款收入2700萬元 但業務支出卻有2677萬元 錢都用在哪裡 官網兩年只有紀錄四場活動 和一張10萬元發票 那柯文哲現在不只有中望基金會 還有一個大魔界叫做木可 金流到底是如何流動的 柯文哲跟陳佩琪 還有民眾黨到現在沒有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對此民眾黨回應有關基金會部分 全都不知道 無法回應 華爾新聞柯菊勇前往台北採訪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